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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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marrying foasta 妹妹的媽媽很感謝我們 完成了這個任務 我們便可以獲得作戰秘毯 而我們的角色亦有很多劇情 包括阿爾文、米卡莎 以及李維兵獎 大家玩的時候 記得做完這些事件劇情 因為這些作戰秘毯 可以幫我們換到限定時裝 以及很多好好的禮物 詳情稍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了 角色劇情已經介紹了 還有一個叫補給令 大家玩到差不多就可以領取一些 作戰秘毯 又或者是一些遊戲物品 隨著通行證一路升級 便會獲得越多 當然啦 還有一些訓練通行證 這個要透過榮耀訓練證 這樣才可以獲得 這個要視乎你自己需不需要 升到最後 我們可以看到調查兵團的制服 以及打掃制服 重點來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的自由之戰限時玩法 這是很有趣的 就是5個人類對1個巨人 這個不對稱玩法其實很棒 人類的技能有衝刺 鳥衝 火箭炮 隱身藥水和恢復藥水 海之巨人有海甲衝擊 大型巨人有精氣爆發 瘦之巨人有投石攻擊 這個限時玩法需要每天12點到14點 或者20點到22點才開放 大家不要錯過了 活動會在右上角的欄位 有進擊的巨人的活動欄 大家按進去便會找到 這個活動正式開始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技能欄有所有的火箭炮 或者是回復藥水 還有隱形藥水 中間的按鈕是快速移動的 玩法是我們需要敲響4個的鐘 敲響4個的警鐘 我們就可以啟動炮台射巨人 就像現在這樣 看到的鐘 我們一起敲又會更快 一個人自己敲的話會很慢 嘩 這麼快就看到一個巨人 嘩 先避開他 然後我們快點逃走 嘩 但也很難 能不能逃走嗎 還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到 炮台就是這個位置 當我們全部警衝敲響 就可以用他來射巨人 嘗試出色的走位 能否撇掉巨人 嘩 牠跟著我 看來牠頗想吃了我 我們繼續走 好啊 用迅速移動 嘩 走得掉 先修復警鐘 大家看到有個黃色欄 我們一對證就按下去 這個QTE成功就不會被巨人發現了 當然啦 如果你失敗了被牠發現 那你就會成為牠的午餐吧 我們修復完之後 鐘就會變成金黃色 就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隊友或者自己被巨人捉住了 真的蹲下了 再被牠捉住的話 我們就正式被牠擊敗了 所以大家可以幫助隊友 不要放棄你的隊友 不過你也不要亂戰 保命最重要 這樣合作性夠高才能贏到這個活動 又跟大家玩一下巨人陣型 現在玩的是海之巨人 我們可以使用一招的技能 海甲衝鋒 這裡我們可以衝過去人類坊 然後再用攻擊 這樣就很容易追擊到人類 打敗了人類坊的時候 我們可以終結牠 正式擊敗一名人類 玩法很簡單 但是要玩得好 真的不太容易 因為你放的技能 全部都要看時機 無論是人類或是巨人 大家趁這段時間 進去玩多一點點吧 再試試大型巨人給大家看看 嘩... 一下子就很怕氣 當然最強的那招 就是精氣攻擊 精氣爆發的 給大家看看 一下精氣爆發 嘩...走到這麼遠 還在扣血 其實我覺得最好玩的是大型巨人 不過其他巨人都有專屬的招式 大家可以盡情享受一下 變化巨人之後操控牠的感覺 除了可以玩之外 我們還會有造型的 大家可以透過剛才的玩法 然後換取米卡沙的髮型 或者是李維冰獎的髮型 也可以 還有清潔頭布 以及清潔面巾的限時外觀 大家不要錯過 玩多點剛才的自由之戰 多拿這些作戰備尖 那你就可以換到這些禮物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還有一些巨人卡片等等 很多遊戲物資給大家去換 試試著著給大家看 是不是真的很有型 嘩... 李維冰獎啊 嘩... 立體機動裝置啊 化身成米卡沙都可以 你看看多有型 當然啦 還有清潔頭巾 整套的掃除套裝 真的蠻棒的 這次的巨人合作 還會有Q版超大的巨人 這是寵物給大家使用的 限定的坐騎方便 厲害了 你真是想不到 是車力巨人啊 可以騎著車力巨人到處去 你也不是說不霸氣啊 這次的活動 大致上都說了給大家聽 所有限定的東西 都可以透過活動 你玩也可以去換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活動了 老實說我自己玩完 都覺得挺還原的 還有這個不對稱的遊戲 《人類和巨人之戰》 這次的RO和巨人合作 真的很棒 大家快點網上試試吧 這次的影片到此為止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看到這裡 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